斩破刀刀兽集体出逃事件 愈演愈烈 死神们做梦都没想到 陪伴自己多年的 供自己驱策的战友们 居然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而且居然还自己逃离了 想搞一番事业 现在四番队变成了死神的临时大本营 受伤的没受伤的死神都在这里集合 等待下一步的指令 目前派出去的探子回报说 山本所队长还没有下落 而朽木白灾的灵压也消失了 随风队长忙得脚打后脑勺 带着部下疯狂调查此事的真相 而其他还能动得死神 自然是派出去寻找刀兽们 自己去抓自己的斩破刀 这话说出来就真的太丢人了 这时候 卯之花队长带来了一个消息 朽木鲁奇亚虽然性命保住了 但是伤势太重 还没有恢复意识 聂简利表示 自己要研究斩破刀的事情 就需要一个实验对象 所以现在还没怎么受到影响的卯之花 自然成了最好的实验品 扶着他们好担心呢 聂简利这个神经质的家伙 天晓得他会对卯之花女神 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来呢 施魂界的未来 女神表示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因为聂简利研究发现 现在的斩破刀刀兽 已经完全是独立于死神存在了 如果方法不对 斩破刀很可能就会直接消失 所以这群刀兽不收拾不行 收拾太狠也不行 另一边 修斌正在布置安排 突然感觉到一股风不太对劲 紧接着 这股妖风就攻了过来 把修斌手下的两个死神一刀秒杀 干净利落 这个伸手 修斌再熟悉不过了 这不就是他亲爱的斩破刀疯死吗 妖风停下来 露出了本笑 果然是疯死 斩破刀对着主人修兵凝笑着就扑了过来 路奇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身边只有永音在 他猛然想起 自己在晕倒以前 正跟医护在一起 而那个始作俑者村正 居然向医抛出橄榄枝 说想拉拢医护一起造反 路奇亚赶紧问永音 有没有人看到医护的下落 可是永音说 现在人太少了 跟刀兽战斗的过程中 也有不少人失踪 现在都没有闲工夫去找他们 所以没人知道医护的下落生死 医护缓缓醒来 他想起之前村正把斩月大叔 从身体里拖出来的一幕 斩月大叔就真的挥舞斩破刀 对医护发动攻击 医护吓了一跳 赶紧摸摸自己的胸膛 居然真的感觉不到斩月大叔了 他离开自己身体 跟村正搞事业去了吗 说曹操曹操就到 村正在医护身后出现 他对医护的身体结构十分感兴趣 这孩子居然可以虚化 到底是什么身体结构 我们团队需要你这种人才 小伙子加入吧 医护可最讨厌嘴炮攻击了 拔出斩破刀就砍向村正 不过没了斩月大叔的医护 跟其他失去斩破刀的死神一样 根本不是村正的对手啊 另一边 练刺也在寻找自家队长的下落 但是毫无头绪 一脸茫然的练刺 就被两个声音笑话了 他回头发现一个浑身锁链的大兄妹子 带着一个人身蛇尾的小少年 就站在他身后 他对这个妹子可是毫无影响 但是妹子可有点哀怨 练刺你这个没良心的 认不出我们就是朝夕相伴的人吗 练刺终于认出来 这是自己的斩破刀 一只沸沸 加上一条蛇 但是做梦也想不到 沸沸竟然是个大兄妹子 却让直男练刺以后 如何面对自己的斩破刀 沸沸女本来霸气侧漏的说叫练刺 却发现蛇男居然在抠鼻屎 两人就在剑拔弩张之际 旁若无人的吵了起来 怪不得练刺老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斩破刀就是主人的翻版呀 好在两人终于想起来 这是在跟练刺战斗的关键时刻 勉为其难的牵手 一起对抗前主人 村正还在努力的策反医护 来吧医护 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不知道村正一会看到了 医护内心深处的声音 会不会后悔 被村正迷惑的医护身体里 伸出无数白色手臂 将医护裹了一个严严实实 没过多久 这些手臂消失了 医护黑色的死霸装 居然变成了白色 万众期待的白医护出现了 修兵还在跟自己的斩破刀死磕 封死的速度还真是快 修兵也很难逃脱封死的追砍 连他都不得不佩服 自己的斩破刀真厉害 好像还挺骄傲 但是封死却十分不满意 修兵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我厉害你骄傲是吗 修兵想得开 他表示你的实力不就是我的实力吗 咱俩还分什么彼此呀 封死可不愿意跟修兵混文一谈 他说自己之所以离开修兵 就是因为听到自己本能的召唤 要服从自己的本能 这一看 就是村政给他洗脑的时候说的 同样被洗脑的 还有沸沸女和蛇男 他们也在攻击自己的主人练刺 不过他俩打起架来 还是困难重重 练刺还没怎么攻击 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看来村政的洗脑工作还是不到位 村政现在正在努力策发新队员 那就是白医护 他特别欣赏白医护的能力 那种能将虚的能力 融会贯通的神奇力量 这要是能收入麾下 可是帮了他大忙了 于是他还是那套说辞 什么我能帮你唤醒自己的本能 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白医护会听才怪 那是个疯子 好不容易被封印在医护身体里了 居然被村政给挖了出来 村政以为自己洗脑白医护成功了 还志得意满地朝着自己的猎物靠近 可谁料 下一刻 白医护就拎起了斩破刀 有点意外 但是还是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刀手有点个性 我喜欢 村政还试图激发白医护体内最大的潜能 白医护邪魅一笑 正中下怀呀 那边链刺和自己的一对小冤甲 还打得难舍难分 舍难挥舞着手里的舌尾丸 向自己的主人链刺 一次次发起攻击 把链刺打得飞起来 重重地摔下去 沸沸女表示 他们也是顺从自己的本能形式的 本能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 而链刺这个主人太弱机 根本不能满足斩破刀想变强的需求 链刺可受不了这对小冤家的嘲笑 打算燃烧小宇宙 支撑起来 可是他错了 斩破刀已经变成了刀兽 所以十解万解什么的本来就不复存在了 而修冰跟封死的对决 就没有那么和谐了 封死的性格 可比蛇尾丸酷太多了 他的目的 就是杀人 所以他对修冰手下无情 而修冰表示 自己也看不惯封死这种只想杀人的暴虐 两人话不投机 又打在了一起 孙政还在跟白医护纠缠 不过他真的太轻敌了 可能嘴炮开习惯了 在战斗上反而退步了 他居然被白医护一步一步的逼到了下风 他越来越惊奇白医护身上的能力 这个男人强大邪魅还强力 孙政真是太喜欢了 他意识到 白医护也许就是虚的力量 把斩月从医护身体里抓出来以后 白医护的能力就被释放了 那就说明 应该是斩月把白医护封印在了医护身体里 这话白医护可是不爱听 你意思是我被封印了呗 我记不如人呗 我不如斩月和医护这俩臭小子呗 白医护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护其狂魔白医护上线 他质问孙政 为什么对医护这么感兴趣 是不是缠他的身子 至于说什么本能 吞噬掉医护 在支配他的身体 就是白医护的本能 所以在这一切成真之前 谁也不许伤害我家医护 今天白医护 是要跟孙政死磕到底了 那边 蛇尾丸还在跟练刺对打 蛇男都觉得无聊了 练刺怎么这么弱 视想下 练刺拿着一把 不能实解的废柴斩破刀 跟你们两个力量无穷的 非人类对抗 还能坚持到现在 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这俩明显 对练刺的表现不满意 废废女刺激练刺 你曾经舍弃了 自己最真实的人 后来又为了追悔 她拼命的战斗 可到现在还是没自信 是不是要把那人的脑袋 切下来 你才能有点干劲呢 原来废废女是友军 这是来刺激练刺 让她努力奋斗的 差点没收住我40米长的大刀 废废女嘴上说 手上也没闲着 直接逼到练刺面前 一招就把她打飞了 这种没用的软蛋男人 废废女可是没兴趣 她刚要转身离开 却被练刺叫住了 练刺还想跟他们再次比试 这一次 她一定会用尽全力的 可是废废女一语道破天机 说出了练刺的顾虑 那是因为 废废女和蛇男 本来就是蛇尾丸的一部分 如果把他们消灭掉 蛇尾丸也就没有了 练刺害怕失去斩破刀的力量 所以不敢太用力跟他们对抗 这也是废废女 骂练刺软弱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拥有斩破刀的战斗力 才意味着强大呀 虽然练刺有心支愣起来 但还是被废废女和蛇男 抱在怀里暴走 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蛇男举起蛇尾丸 要砍死练刺的时候 练刺开始做死前的 最后一次忏悔 她的一生 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 医护是为了保护自己重要的人 而变得强大 练刺在反思自己 究竟为了什么而战斗 另一边 村政跟白医护 打得可是毫不留情 反正村政不是医护的斩破刀 打死也没啥所谓的 但是村政的邪门功夫很难对付 她用技能把白医护束缚住了 白医护完全无法动弹 村政举起斩破刀就要砍过去 此时 却有一道光燃从后面袭来 原来是医护本人 居然解除了村政的咒术 可以自由行动了 白医护对自己的主人 保护自己的行为 觉得很诧异 但医护何比白医护思路清晰得多 他俩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这个关头 应该一致对外 他们共同的敌人 不是这个讨厌的村政吗 医护开始奋力反击 猛地冲到村政的面前 巨大的斩破刀跟村政硬杠 浑身迸发出强大的灵压 让村政都有点意外 医护决心 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村政 抢回自己的身体 和自己的斩月大叔 另一边的恋刺也小宇宙觉醒了 爆发的恋刺 可是很有男子气概地 把蛇男掀翻在地 废废女这次 也对恋刺有点肃然起劲了 为什么恋刺突然就好像 变了一个人一样 恋刺表示 还要感谢你俩的激励 让他找到了努力的理由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不会放弃认输 恋刺再次尝试石解手未完 没想到 居然石解成功了 废废女和蛇男都惊呆了 你不需要我们也可以使用斩破刀吗 原来小手竟然是我们自己 一种即将失业的恐惧感袭来 这下恋刺再跟他们对打 是不是就不会留有余地了 与此同时 医护也举起了斩破刀 与村政针锋相对 大战一触即发 我是黑白 咱们下期见